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个男孩 学古惑仔去看人 进了烧管所 出来后 依旧被虎盆狗友纠缠 而他的父亲 帮他彻底摆脱这坏小子 村上春树 曾在自己的小说里说过 死并非生的对立面 而是生的一部分 生与死 善与恶 阳光与阴影 本就是一体 今天带来的是 台湾剧情片 阳光普照 阿和找菜头 帮自己出头时 从没想过菜头下手 竟会如此的狠决 找到仇人后 菜头奥话没说 抡起开山道 硬生生将黑伦的右手砍下 当法官向上询问阿和的父亲阿文 对解决这次恶心案件的意见是 阿文没有露面 只是冷冷回道 我希望他 灌到老 灌到死 法庭上 背下的脸色铁欠的阿和 为了逃避责任 将自己摘了个干净 只承认自己偷的摩托车 见到阿和把罪责 统统推到自己身上 菜头成年的怒斥着 朋友的忘恩负义 陈妈妈则怪阿文 不给儿子机会 阿文则回道 这就是给他机会 让他在里面 好好反省反省 这段时间 阿文的大儿子 阿豪 因为高考补习班的压力 失常出现幻觉 阿文给儿子送去 驾校每年都会奖励给他的笔记本 上面印有 把握时间 掌握方向的字样 这代表着父亲对儿子的期许 以及正能量的引导 复读班的教室里 郭文老师正在讲述着 司马光协盖儿子 司马康的训剑式康 司马光认为 人性是可以培养的 不断完善的 老师见到阿豪坐在教室里 看着一旁发愣 便质询阿豪 是否不相信司马光的话 阿豪则反问道 老师难道你相信吗 老师便来了气 将阿豪哄出了教室 随后的一天 一个中年女人 突兀地敲开了陈家的门 她15岁的女儿 阿玉怀孕了 凶手便是他们的儿子 阿和 他向陈妈妈掏药说法 陈妈妈只是说 儿子进了哨馆所 便不知道如何是好 阿和进入哨馆所后 作为新人 在宿舍里少不了被人欺负 阿和欺负过 变成中人熟税时 偷袭宿舍里的老大 菜头家只有一个奶奶 所以根本拿不出 150万的民事赔偿 黑伦爸找到阿文 索要儿子断臂的赔偿 阿文哪里肯吃这个亏 没好气地让他去找菜头家要钱 并严禁他再来骚扰自己 阿豪想要嵌疏 于是便向同学小珍 讲起了司马光砸缸的故事 其实那天 司马光和孩子们一起玩捉迷藏时 并没有任何小孩失踪 但司马光坚持说有人不见了 于是 孩子便四处寻找起来 他们找到一个水缸 当司马光用石头砸开水缸时 他在里面发现了 躲在阴暗里的自己 陈妈妈回家时 发现了等待在门口 想要见阿和的小玉 他无奈地把小玉带回家中 阿文听到小玉的事便气炸了 连连怒吃着小儿子的不堪 小玉的妈妈来找他 陈妈妈询问起详情 原来 他想让小玉把孩子打掉 而小玉却坚持要生下来 小玉妈妈说 其实自己不是小玉的妈妈 十几年前 小玉的父母死于一场火灾 他为了照顾姐姐的孩子 一直到现在还没有结婚 思虑良久 陈妈妈最终还是决定 在小玉生产前 由自己来照顾 这样对大家都好 阿和亲身地安抚着小玉 并瞒着母亲 带小玉去探望狱中的阿和 阿和在得知小玉怀孕的事情后 并没表现出愧疚 而是大声斥责着母亲的隐瞒 以及阿豪的多管闲事 兄弟间有一个结 阿和极度阿豪的阳光 宽容 懂事 以及来自父母的偏爱 而阿豪则羡慕着弟弟的自我 随性 以及肆意妄为 众人给予他的宠爱 其实更是一种桎梏和压力 黑伦爸又来找阿文要钱 一见他上车 阿文就没了好气 嘴上便不再客气 不仅说了很多难听的话 还阴阴深深将他扔在了半山腰的风场 黑伦爸实在气不过 第二天 开着粪水车来叫小闹事 把粪便铺满了半个练习场 老板不愿平田时段 便出面调和两人之间的矛盾 阿文也是无奈 最后只拿出家里仅有的二十万来平息时段 阳光总有躲进乌云的时候 阿豪给自己沐浴根以后 将自己的房间成立一行 然后默默走到阳台 一跃而下 当阿文在小区的悬疑地面上 出示着大儿子的尸体时 他不敢相信 也想不明白 为什么会是阿豪 陈妈妈向小珍了解着阿豪的讯息 这个大儿子似乎让他没废过心 他也就习惯了护士 小珍觉得阿豪待人很好 有时候甚至觉得 他把所有的好都给了别人 却唯独忘了给自己留一点 出事的当天 阿豪曾给小珍发过一个短信 上面写道 这个世界最公平的是太阳 无论维度高低 每个地方一整年中 白天与黑暗的时间都各占一半 看到动物们被晒得受不了时 他们都设法找一个阴暗躲起来 阿豪好羡慕这些动物 他环顾四周发现 每一个森林 都可以找到一个阴暗的角落躲避 可他没有 没有水缸 没有暗处 只有阳光 24小时 从不截断 明亮温暖 阳光普照 阿豪想不明白 哥哥的自杀 为何让他如此痛苦 哥哥从小到大 大家都喜欢他 他功课好 长得好 他什么都好 他好到连没有考到 第一志愿的医学系都要重考 他很厉害 厉害到阿豪越来越讨厌他 大家都觉得阿豪很烂 小玉顺利地生下了孩子 陈妈妈便提出 那两个孩子结婚的请求 随后在烧馆所里 两家人给这两个孩子举办了婚礼 浅漏的办公室 工作人员随意喷洒的樱花 一切都显得那么玩笑 阿豪走出少管所的那天 父亲并没有去接儿子 而阿豪回到家中后 也没有理睬一下家中的父亲 阿豪出来后 似乎变了一个人 似乎真的长大了 为了养家 他四处寻找工作 但少管所的经历 让很多用人单位 都皱起了眉头 最后经过多方尝试 他终于找到了一份洗车厂的工作 自从儿子回来后 阿豪便一直没有和他讲过话 家里住得别扭了 他就搬到了家校的员工宿舍 睡梦中 阿豪出门去买烟 走过街角时 大儿子阿豪突然从身后叫他 阿豪询问父亲要去做什么 并陪着父亲走一段路 那语调和生态依然温暖 进行后 阿豪匆忙走到街上去寻找儿子 他走进便利店里去买烟 却正巧碰到了 在里面当收入员的小儿子 阿豪 阿豪告诉父亲 大哥也来看过自己 其实大哥真是一个很好的人 他为身边的每一个人着想 却没有一个人了解过他的想法 阿豪让父亲搬回家住 自己会搬出去住 这是这么多年来 父子俩唯一一次长谈 三年后 出狱后的菜头来找阿豪 他虽然言语平和 但命带阴险 阿豪有些紧张 只能硬着头皮与其周旋 菜头询问他 为何出来后不去看自己 阿豪说 不知道他关在哪里 菜头则怪道 那你不会去找 自己一出狱 第一要找的便是他成健和 接着菜头以困难为由 让阿豪借给他一百五十万 阿豪自然没钱 而菜头那肯罢休 离开前放下话 会再来找阿豪 几天后 菜头又给阿豪打出电话 约他出来喝咖啡 阿豪只是忙不迭地推脱 菜头便威胁到 要找他老板的麻烦 菜头将阿豪带到警察局面前 扔给他一个包 让他拿着包里的枪 去公安局旁边的立法院门口 将枪里的六发子弹打完 他和阿豪的账便一笔勾销 阿豪只能无奈妥协了 阿豪在得知菜头出狱后 来找阿豪 找到他好严暗威 并递上一个包有二十万现金的信封 想化解其怨恨 菜头哪里肯一 家里的房子被法院查封 孤苦的奶奶被送进了福利院 当初他成家把事作绝 现在又来卖好故人情 阿豪在洗车场 见到来疏通马桶的黑伦 黑伦将断臂给他看 感受到断臂之苦的阿豪 心中产生了懊悔 并向黑伦表达了深深的怯意 菜头阴魂不散地纠缠着阿豪 他胁迫着阿豪 开着客户的好车出去兜风 两人来到一个披静的广告牌前 菜头将一个背包扔给阿豪 并用上次开枪的事情对其要挟 让阿豪去送货 为了弥补心中的亏钱 阿豪只当是最后一次 他拿起背包 简直地向一旁的小路走去 菜头则不慌不忙地站在广告牌前 此时乌云滚滚 遮住了月亮所有的光芒 阿豪被带入了一个隐秘的别墅 他将背包递给了一个大哥 大哥将大额的钞票 装满背包递还给他 深知事情厉害的阿豪 背着钱匆忙地逃离了别墅 然后当他极度恐慌地返回汽车时 菜头却神秘地失踪了 几个星期后 一群黑衣人在街上把阿豪留走 傲话没说 先是一拳打得阿豪满链失血 他们从洗车厂里 拿走了装满大额钞票的背包 别墅里的大哥询问阿豪 钱为什么没少 阿豪说不敢动 大哥问他 那天晚上究竟发生了什么 菜头去了哪里 阿豪赶忙解释 自己回到车旁时 菜头早已没了综艺 大哥将几叠钞票塞进阿豪手中 并告诉他 以后菜头不会再找他麻烦 因为几个星期前 菜头被人打死了 听说脸都被打得变形了 阿豪和老婆来羁绊大儿子阿豪 两个人登上山坡 谈论起小儿子阿豪 阿豪盯住老婆 要让阿豪学会把握时间 掌握方向 一听这八个字 陈妈妈便有些来气 他让阿豪不要再提这八个字 他质问着阿豪 你有真的帮过儿子做过什么吗 你帮过他吗 阿豪沉默良久 默默地讲起了曾经的事情 原来自从知道菜头来找阿豪麻烦后 他便请了假 二十四小时蹲守在阿豪的洗车店旁 直到有一天 他见到菜头逼迫着阿豪 开豪车出去 便远远地跟随着他们的车 豪车停下后 阿豪见到豪车背着背包 穿进了一个小路 此时 看到菜头下车 阿豪想都没想 便夹起油门 向他急转而去 接着 他将不省人事的菜头 拖入了路旁草丛 并用石头 狠狠地砸向他的脸 离开的时候 大雨一直吓着 阿豪还在想 阿豪有没有带雨伞 会不会有事 恰巧学院中 一些碎嘴的女人经常问阿豪 结婚没 有几个孩子 阿豪总说 只有一个 因为在他心中 从来没有承认过阿豪 这些年 还是会有人问起这个问题 阿豪的回答 还是一个 因为他现在 真的只有一个了 妈妈默默地 整理着大儿子的遗物 阿豪从书堆中 发现出了父亲 每年都会送给大哥的笔记本 上面明晃晃地镇刻着 把握时间 掌握方向 这八个大字 只是阿豪一次也没有用过 见到天气情好 阿豪便陪着妈妈 出去散步 七行在树荫斑斑的街道 陈妈妈感受着这个阴阳交错的世界 天空中的太阳 依旧阳光普照 意境上说 世间万物 皆有阴阳 然而人们主观上的人设 似乎总习惯 把人标记成好人 或者坏人 从而使他们在社会交往中 省去很多处事的烦恼 其实每个人身上 都有阴阳两面 而且也会随着身边的事物改变 而不停地转化着 人总是会变的 阿豪为了赢得父母 以及身边人的好感 便不停地压抑着自己心中的阴影 再加上父亲阿文不停地灌输压力 以至于24小时阳光普照 而阿豪便是人们口中的穷孩子 从小便被加以口诛必发 对于心中的羊 自然产生了逆反 再加上陈妈妈毫无原则的宽容 以至于阴打到了基 暴力成型之后 只有遭到规则的处罚 才会恢复心中正常的阴阳转换 如何让孩子既能培养个体思维的完整 又能真实地 全面地了解认知群体社会 从而让他们顺利地过完一个完美的人生 对于新时代的父母们 以及整个社会的家庭教育 都是个很值得思考的话题 这部电影叫《阳光普照》 我们下期再见